秦也 南门 南门老北京啊 是吧 五门 老北京 秦也 东城的 灯是东口的 东寺的 龙福寺的 老回回 普世价值观的 除了不吃大肉 不吃猪肉 特别的这个价值观 特别正的 秦也 秦也说了 清算日本 不忘仇恨 这些个词 有害无益 应该滚蛋了 应该被淘汰了 他说的是这孙子 这孙子为了出位 为了火 或者他本质上 就是个法西斯 就是个人渣 这个叫一个人的 莎士比亚 说清算日本 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他还说 就算他们道歉 我也不会接受 没有这样的 是吧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别跟我说放下仇恨 我们没有资格放下仇恨 哎呀 这就是叫仇恨营销 仇恨营销 拉仇恨 为了流量 美国人 为什么可以放下 对日本人的仇恨 因为他们亲手烧烤了 长崎和广岛 他说到这话就不对了 美国是为了结束战争 因为日本一直 非常强硬 是吧 俄国人为什么可以放下 对德国人的仇恨 因为他们亲手 把红旗 插在了柏林的大地上 有一个著名的 一个地标性的 一个事件 有一个照片 有标志性的 就是俄罗斯的 苏联的两个士兵 一个叫叶格洛夫上士 一个叫坎塔利亚中士 把红旗插到了 柏林的国会大厦的顶端 叶格洛夫是俄罗斯人 因为苏联的主体 是俄罗斯 坎塔利亚是格鲁吉亚人 因为苏联的领袖 是格鲁吉亚人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 所以他是这么安排的 一个俄罗斯族士兵 一个格鲁吉亚族士兵 而我们呢 所以道不道歉 那是仇人 你们 那赖你自己 赖共产党 谁让共产党发动内战的 如果不发动内战 当时的美国人 已经安排国民政府 派一个军 去日本 好像把九州还是四国 分配给了中国了 你可以行使你 占领军的责任 但是打内战呀 打内战国军的兵力 就抽不出来了 而且也顾不上了 对吧 还说仇人 对吧 毛泽东 亲口说的 欢迎你们 感谢你们的侵略 见日本人的时候 亲口说的 很多学者 愤愤不平啊 我是2005年参加抗战 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那些学者是愤愤不平啊 这小的是国家画剧院的 国家画剧院就在南罗古巷 茂尔胡同 东城区 商子剑 这是中国国家画剧院 原来叫中央实验画剧院 现在改名了 叫国家画剧院了 毕业于中戏表演戏 主要作品有 红尘 天朝1990 朗 红牡丹 白牡丹 大家都有病 青蛇 罗米欧与朱丽叶 都没人听说过呀 这些是话剧 电影 报告政府 电视剧 房前屋后空巷的 精伟天地 没没 都不知道 这小的没啥名 仇恨的旋风 列宁 杰尔人斯基 斯维尔朵夫 威拉 莫斯科 电影制片厂 上一场配音 中国电视发行公司 1972年 日本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总裁选举 中日关系重要议题 田中角荣在竞选时 承诺上台后 要实现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 得到了其他候选人 三慕武夫和中曾根康宏 中曾根后来也当过首相 对中国也挺友好的 最后大比数击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对中日邦交 恢复邦交支支吾吾的福田舅夫 是福田舅夫啊 还是福田康夫啊 此处存疑啊 同年的9月25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外务大臣就是外相 大平正方和内阁官房长官 二接唐进访华 会见了毛周和外交部长姬鹏飞 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临别时毛特意将储慈集注 送给了田中角荣 为什么偏偏送储慈集注呢 屈原也不是日本人啊 也没去过日本啊 而且公元前660年才有的日本啊 比屈原整整晚诞生了320年啊 过了几十年后才搞清楚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首次访华 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 田中用日语迷惑一词 来表述日本侵略中国 其中文含义是 轻描淡写的添了麻烦 哦 第二天会谈时 周恩来进行了严正交涉 9月27日 毛泽东会见田中首相时说 年轻人啊 他说那意思 你是小年轻的小资辈啊 我是老资格啊 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 不够分量 因为在中国 只有像出现了不留意 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 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毛泽东特意把储慈集注赠送给他 因为在处辞九遍中有 慷慨绝惜不得 终柔吧 乱兮迷惑啊 这是迷惑一词的源头 后来日方将表述改成 日本方面痛感 日本过去由于战争 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 表示深刻的反省啊 这么一说就严肃一点了 然后这个力度也更大了 也更接近于事实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我们单位开会 传达了中央精神 中日关系要向前看 放眼未来 特别还说了一句 毛泽东会见田中时 说的一句话 不打不成交 不打不成交 是一个汉语成语 通常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 通过斗争或冲突 建立起友谊或合作关系 这个成语最早出自 施奈安所著的水浒传 第38回 原文为 你两个金帆 却做个至交的兄弟 承言道 不打不成相识 对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成交 对 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成交 安地斯小地区 一体化协定 又称卡塔赫纳协定 波利维亚 哥伦比亚 智利 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政府首脑 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 开会 后在波格大 波格大也叫圣飞波格大 安定 叙利亚 黎巴嫩自治区协定 欧洲列强干涉 叙利亚黎巴嫩的协定 古代的叙利亚 包括今天的叙利亚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对 他们曾经把巴勒斯坦 叫做南叙利亚 离叙之间存在特殊关系 1516年 离叙沦为奥斯曼的属地 1831年 离叙反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发展 1840年 英法为争夺黎巴嫩 不断挑起黎巴嫩北部 亲法的基督教马龙派 与黎巴嫩南部亲英的 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之间的斗争 不过我听说德鲁兹派 有的人给我留言说 德鲁兹不是伊斯兰教 那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吧 他是一个比较偏门的小教派 应该属于实业派 1860年 两派发生了大仇杀 法国出兵干涉 引起欧洲列强的干预 他们本来就有矛盾 现在说是英法挑唆的 这个都是那种阶级斗争的 那种史观 历史观 其实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同年的8月3日至9月5日 由奥斯曼帝国英法奥普俄 签署本协定 欧洲将派遣一支1.2万的军队 前往黎巴嫩叙利亚重建稳定 法国愿意立即提供由6000人组成的军队 法国占一半 英国 爱尔兰 奥地利 法国 普鲁士和俄国承诺提供足够的海军力量 以维持黎巴嫩沿海地区的稳定 欧洲盟军驻叙利亚6个月 土耳其提供一切费用 此后黎巴嫩成为得到国际承认和保证的自治区 由土耳其任命 并经法英俄等国同意的基督教派行政长官统治 黎巴嫩是中东唯一的非穆斯林 非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 安东尼肯尼圣卢西亚总理 安东尼马库斯约公元前82至前30年 古罗马的执政 后三头政治同盟的成员 元系凯撒部将 凯撒就是沙皇 转战高鲁 高鲁就是法国 在庞培与凯撒内战中支持凯撒 庞培撤离后 以骑兵总监的身份统领意大利 遗弃了他的妻子 乌大维的妹妹乌大维亚 与埃及 安东尼对与埃及女王克罗巴特拉 是吧 埃及艳后嘛 埃及艳后 安哥拉古巴 关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协议 对古巴一直是在这个非洲也介入 在安哥拉呀 在这个埃塞俄比亚呀 他都介入了 可能还有纳米比亚啊 将五万人的古巴军队调到南尾15度和13度 分五个阶段全部撤回古巴 安哥拉古巴和南非 三方协议 安哥拉古巴 美国南方 美国南非四方会谈 安哥拉苏联友好合作条约 安哥拉外交 有一个组织叫安盟 什么安哥拉独立解放联盟 是中国支持的 好像 多斯桑托斯对这个人 好像来中国访问过 美苏争夺安哥拉 你看他 1975年 安哥拉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 获得独立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安人运 排斥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安解镇 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 全国联盟 简称安盟 这三派 好像中国也支持了一派吧 内战 这非洲国家呀 拉丁美洲国家 亚洲国家 经常打内战 这都是欧洲国家玩剩下的了 人家原来是内战 后来 然后是吧 划分势力范围 然后开始征服世界 多斯桑托斯 你看他访华 中国政府总理 致电这个三方领导人 中国是一开始谁都不得罪 总统多斯桑托斯 88年访华 莫拉外长访华 总统 安格拉扎伊尔南非 莫桑比克四国首脑会议 安孔条约 秘鲁和智利为结束南美太平洋战争 1879-1883而签订的条约 秘鲁战败后 于1883年与智利在利马伊北的安孔城签订 秘鲁将南部的塔拉帕卡省 连同其重要的消失中心 哦 消失矿都戈让给智利了 缔约后 十年内 秘鲁继续占领 塔克纳和阿里卡 两省 联合国常任历史国 中法英美俄 南罗德西亚 安理会先后实施了强制性制裁 14项 涉及南罗德西亚 就是现在的津巴布韦 南非 伊拉克 南斯拉夫 索马里 利比亚 利比里亚 海地 安格拉 卢旺达 苏丹 塞拉利亚 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和俄利特利亚 主要都在非洲地区吧 欧洲就是南斯拉夫 还有亚洲的阿富汗 塔利班 乌萨玛 本拉登基地组织 安理会定期会议 每年举行两次 安理会非常认理事国 非正式磋商 关于阿富汗朝鲜印巴战争的决议 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 关于海湾危机的八项决议 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决议 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 接纳新成员国委员会 紧急会议审议 越南出兵问题 越南进攻这个红色高棉 扶植了韩桑林政权 中国马上二月份就打越南了 在北部牵制越南 决议草案 通常在表决前24小时 用蓝色油墨 印出阿拉伯语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的文本 也称蓝色文件 这六种语言应该叫工作语言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安理会谴责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安理会首脑会议 安理会特赦委员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